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5日18点54分联合报记者增 思如及时报道能人家伤以71比53击败光复高中八强赛全胜晋级 记者于成汉 摄影分享107学年度最新赛况及新闻报道107学年要寻求HBL男甲级史上第两立方度联罢的绿色神盾松山高中 未免梦 却提前破碎 由于前一战能人家伤以71比53击败光复高中 直接送高院工商和南山高中晋级 松山高中压轴战还没开打就已确定无缘四强 松山三连胜后依序败给高院能人和光复 加上高院今天以78比59击败南湖高中拿到第四胜 松山唯一晋级希望 就是原本四胜二败的光复击败能人 自己还要击败南山 才能和同为四胜三败的高院 南山比较得失分后出现 去年冠军战败给松山的能人提前终结未免军希望 身为107全年南甲唯一不败之师 能人首节先取得22点18分领先 第二节随一 杜北光复28比27超前 丁关昊 王一帆和庄凯杰外线齐发 一波11 零攻势再要回领先 以38比35优势进入下半场 第三节能人飞人林雁廷单节标进三季外线 王一帆也追加两季三分弹 庄伟截头 进第三节压哨球后能人领先已扩大到60比46 最终就以18分差延续全胜 高院中午夺胜后 原本要直接搭车南下 但部分队员最后仍留在台北和平篮球管关站 开心看能人赢球 能人获胜后却 定以本季15连胜排名首位晋级 3月16日四强赛将碰排名第四的队伍光复高中 南山高中则将交手高院工商 高院留下来看能人 光复对战 记者余成汉 摄影分享 能人王一帆在外线开火 记者余成汉 摄影分享 分享 分享 留言 猎翼